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顶着艳阳 原住民顺穿各族服饰 翅脚跳出传统舞蹈 跳靶大地的孩子 活动策划人正义琴 号召都市原住民挺身而出 发扬自己的文化 这次活动的召集人正义琴 虽然不是原住民 但他长期关怀原民部落 发现部落出现文化断层 因此决定发起快赏活动 希望让原住民找回族群认同感 虽然有些原住民否定自身文化的价值 但还是有年轻的族人努力复兴 他们认为学习母语是延续传统的关键 到高中之后才发现 其实语言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是一个沟通的桥梁 但如果语言断了 文化就可能有一个断掉 所以我觉得现在 我现在学其实真的有点太慢 可是像我回家 现在回家都是硬逼我妈 就是跟我妈讲说 现在开始不要跟我说国语 就是用母语跟我沟通 手牵着手 起声高唱 原住民在都会丛林中穿梭跳舞 不但舞出城市原住民的信心 也希望让大众更加重视原住民文化 语言是文化传承重要的部分 有位靠着自学专研台语的谢青龙先生 他有感于现在很多人说台语都是只听声音 而不去考究字的意思 可能会让台语的原意受到误解 因此他翻字典考究 希望推广台语优雅的文化 虽然常常听人说台语也会通 其实很多都是不效 夹蓬风 因为多数人差不多十九岁 三四个要专北京五车的档来表达 台语是真漂亮 真有追尊的 能说到很无误 唱到很高兴 听到可以用轻松 触味的方式来表达 我开始学台语不是刻意的 要学台语是因为煮特酒 不然是 主要是要学台语 是怎样要一直研究下去 就是因为我看到现在的社会 都有教台语的 都是用语言 教语来教语 教语教语教语 教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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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教语教语教语 是要吃切仔绵 对吧 他就教语教语 你为什么不需要用轻的 要用轻 如果有侄子在外面有看到侄子不幸 他回来一定要找到他才会睡 等我一晚都没睡 也在找那个日子就对了 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 你不要这样子啊 你若就这样 他就想坚持 坚持就给他 他喜欢 现在来说 这七十月他喜欢什么他要做 什么他就去做 大家在一起 拜拜